新莊区寿山路实施区间测速执法路段 法定速线为30公里 许多民众认为速线太低难以接受 但基于安全 法定速线经讨论后仍无法变更 为了自身与他人安全 也请驾驶人行经此路段时 务必遵守相关交通规则 新北市政府自5月1号起将 新莊区寿山路实施区间测速执法路段 由于该条道路狭小且陡峭 基于驾驶安全法定速线为30公里 许多民众认为速线太低难以接受 市议员成名义服务处在乡亲的请托下 邀及相关单位到场会刊讨论 桃园市议员牛许亭也受邀到场 针对这个区间测速其实是有蛮多的争议 因为寿山路的坡度比较陡 所以在区间测速的法定速线 30公里的部分其实是非常严格的 那也造成了很多乡亲的误解 可是说实际上今天会刊有讨论出来 就是说实际上的执法的标准 应该是到平均时速50公里以上 才会进行开阀 那这一部分针对这个区间测速 速线跟执法尺度的这个差距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说明跟沟通 我想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部分 寿山路是连接领口台地与新庄地区的联络道路路幅狭窄 弯道陡坡不断 为求能降低事故发生 是否将此路段实施区间测速执法 牛许亭议员表示 基于安全法定速线30公里无法改变 但民众只要在区间测速路段不超过50公里 就不会被告发违规 牛许亭议员也提醒驾驶人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行经此路段 请遵守相关交通规则 未来寿山路后段拓宽问题 虽然是新北市政府建设 但若有需要他也会给予协助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